酒吧越晚越多人才喝酒聊天到一半 店门外突然一阵躁动 两名男子原本坐在门口 被好几名黑衣男持刀追砍 吓得两人拔腿就跑 好断断坐在户外小酌 竟然被仇家找上门 十号凌晨一点多 四名男子开着白色轿车 来到宜兰罗东一间酒吧 车上三人一下车 直接朝店门口的两名男顾客 喷辣椒水 双方展开追逐 其中一名秋姓男子 跑了大约50公尺 不小心跌倒 被对方一行人持刀砍伤 目前还在医院急救 回到事发现场 草地上还能看见血迹 凯然的四名男子事后主动投案 公称是双方先前酒后有过冲突 有没有其他原因还要厘清 警方调查 嫌犯平均年龄大约20岁左右 其中一人有帮派背景 这回专程从新北三重开车来宜兰找被害人 警方将四名嫌犯一把纵半 最后接以三万元交保 今天酒吧位在宜兰罗东林场后方 结合露营风格 吸引不少客人 这回户外草坪沾人血迹 也让店家心有余悸 TVBS新闻简大审黄敬分宜兰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